昨天送来的那三个细菌性肺炎的病人怎么样 一切正常 三个人同时得细菌性肺炎 这本身就不太正常 你们一定要密切关注 好的 如果你不想让我太复旧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尽快洗刷掉心里的五点 重新做人 大哥 什么事这么高兴 你还记得上次来看过我的那个护士吗 她来了信 她已经在西南联大的医学院上了两个月的课了 她给自己选择的科目是传染病学 这个科目选得非常好 这么漂亮的姑娘 学传染病 那她自己招上了怎么办 可总得有人学啊 你可能不知道啊 这五百年以来 在我们中国因为传染病死的人数 比战争死的人数还要多三分之一呢 好 学院长 学院长不好了 怎么了 那三个新军性肺炎患者反应异常 其中有一个快不行了 学院长 病人是不是有什么病发症 新军性肺炎没这么快啊 何况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了 学院长 学院长 病人已经趁烈死亡怎么办 我隔离 马上把和她一起来的那两个人隔离起来 病人用我的物品要重点效果 快去 学院长 你是怀疑 马上取样 送化验室化验 化验结果出来之前我什么都不敢怀疑 快去 好的 我马上去安排 好 好 杨医生那事到底怎么样了 好 今天人选真可又来问了啊 你自己给人打的包票 你说最多二十天 现在都两个月了 明天我让余秘叔提供写个新的事 再吹套他 那天是包官老爷 总定不干这事 这这么点事这么长的事也屁不上来 干什么事呢 报告 小伙儿 我赵超美人陪我喝酒 来 都副县长 县政府召开紧急会议 请您尽快赶到 这是啥事吗 好像是生病院处的事 生病院 最能惹事的杨冠宇在监狱呢 生病院还能有啥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是 上了 到 把上集困战队 带枪带实战 封锁文龙阵 一个人也不许出来 是 然后呢 啥时候能治好 治好 治不好 你啥 啥意思 你也得当医生呢 你敢说还有啥病你治不好 干啥治病 杜处先生你听我说 这不是一般的病 这是鼠疫 我估计疫情会非常严重 扩散的速度难以预料 我是一个学外科的 你让我怎么治 是 骆先生 刑署非常重视 刑署要求我们 一定要控制疫情 但是 其他地区 也有疫情发生 刑署 熟悉 鼠疫防疫工作的人员 都被派出去了 所以上面的意思 让我们自己想办法 还是你想办法 你 你干啥的 你愿愿想 我抗枪打仗的 我想啥办法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除非 谢霖 说 有什么办法 我老师杨冠宇 曾经专修过传染病 现在我提议 办法 把他从监狱里接出来 只有他能够 控制住鼠疫 杨冠宇 这事 还犹豫啥 都死俩人了 我接 杨冠宇 抑公输罪的时候 到了 什么意思 上面医院发现了鼠疫 鼠疫 鼠疫 能确定吗 你那个学生 说百分之啥的 还不确定 叫肺鼠疫 病人在哪 在河中阵 我已经派 那有路 我存在跟你说 走走走走 都副县长 你不能就这样把人带走啊 你没带来任何证明啊 我还不识明啊 有啥事老子站的 不行啊都副县长 你不能砸兄弟们的犯法 那你说咋办 我得先把他靠上 再派两个兄弟跟着 你 你就死了我瓜子 你这叫 快快快快 赶紧走 大哥 回东西啊 别管了兄弟们 回那天啊大哥 骆先生 我赶到监狱的时候 杜松山已经把人提走了 这个杜松山 是不是有点太无法无天了 连个跟您商量的意思都没有啊 马上 再给传单行术发一封集点 老师 病原学调查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 陈医生 来 一星期之前 五架日军飞机通过豫城境内上空 投下了相当数量的粮食和碎布 几乎全部落在了回龙镇和回龙镇以南的山区里 而且这些粮食和碎布在回龙镇的老百姓中间发生了哄抢事件 我们通过实验室方法 观察到了大密度的病原性肺术医病菌 还是没说该咋办呢 回龙镇可是我两千多人的大镇 回龙镇居住密度比较高 据初步调查 就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感染了鼠疫 在感染者中有一半有生命危险 那不得死好几百人呢 随时会有更多的人会被感染 如果不能多人 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すごく可以使用 非常感染者 几百人的安排 在本口里看 什么描述 好多人 这个新 description 好多人 就是 好多人 有点 在到这里 放出来 全部 几百人 对 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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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恳求担任这个行动小组的组长 我批准 大伙都听杨冠宇的 我不批准 川南行署集点 杨冠宇是政府要犯 其是否有投敌叛国之行为尚未查实清楚 为大后方安全考虑 绝不允许杨冠宇进入疫区 那让谁去控制属于啊 杀高批病例 杜宋山 你是一级政府的官员 应该懂得另行禁止 这么大的一个肯定 整理控制疫情 确保一方平安 谢院长 你要永挑重担哦 杨冠宇 我和你没有个人恩怨 这是川南行署的特别命令 罗某不得不奉命行事 我懂 来人呢 到 把犯人给我靠起来 是 不用了 我一直待着呢 谢院长 请马上给方淑星小姐发电报 告诉她这里的情况 请求全面的医疗支持和药品支持 希望大家能够同心协力 尤其要做好自身的保护 просo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还真是头一次 一口气喝完一杯咖啡 有人烫 你保重 骆县长 川南行属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了解我丈夫 他有能力控制鼠疫 回龙镇的居民们 你们都听好了 现在我宣布玉城县政府临时条例 现在宣布玉城县政府临时条例 回龙镇正在流行一种被捕传染疾病 从现在开始 政府命令 所有的居民一律步的外出 都待在家里 等候医生的检查和治疗 谁在家里 一旦发现病人 马上向政府汇报 家中储备的所有粮食 蔬菜 都请放在门外 接受检查 住副县长 镇上所有的商铺 茶馆 饭馆 都已经停业 全部居民也被命令呆在家里 不许外出 都准备好了 帐篷 担架 匹柴 火把 都已经准备好了 县里所能调进来的车辆 也全部到位 帐篷在哪儿啊 马上组织给我当 是 县长 县长 第一批到达的医护人员 一共有二十五人 可是我们能够找到的 属于军苗 只有两颗二十只 只有二十只 先给女士和体弱的人注射 上面很快会有药物支援 给 这 县长 这是您的 好 拿着 快去 我 这是您的 好 拿着 特别 砍 我 也要 这 这项目还要 不都行 这项目还要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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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目还不相信 这项目还取得 什么狗屁打后方 早他娘完蛋了 这日本人 真是娘呃 比我这头发还剩东西 头发鼠义 他娘的比人渣弹还要狠 诶 大哥 你估计能控制住吗 目前还不好说 大哥 别想那么多了 反正他们也不让你解冠 不过 我得跟你提个弦啊 今天你这一去一回 我琢磨着 这县里边当官呐 有人恨你 不过也没啥 放心吧 大哥 过不了两天 他们就管不着咱们了 你什么意思 我没啥意思 你是要越狱吗 大哥 谁跟你讲的 直觉 不愧是我大哥 大哥 你马上就能见到咱 荆荡山了 我不会跟你去的 啥话呢大哥 咱不是结拜兄弟吗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女人是不是 要不这 我跟你把那俩漂亮女人都给你结了 你就做生贤吧 你看我像当土匪的料吗 像太像了 那天你给我结拜那架势 你比我还像土匪呀 我这 好 有 不是 微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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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卫 呃 给他治愿 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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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杀人 放死我 好妹 别打 别打 给大哥个面子 别杀人 好嘞 再说这几个兄弟 平时对我们也不错 怎么样 带宗帝们出去 把坎掀了 再弄几篮枪 好嘞 好 走 走 走 再走 大哥 吴云 我跟你说 你现在必须要命令他们马上住手 要不然就是罪上加罪 你是我大哥 可这事我不能听你的 我告诉你 金唐山上还有一百多好兄弟等着我呢 我 大哥走吧 我跟 我不会跟你走的 嗨 大哥 这接纳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 有夫同享 有难同当 我走了把你留在这儿 你不是谢兄弟不仁不义吗 我怎么会跟你去当土匪呢 我不是土匪 土匪是杜宗山那几个王八蛋叫的 你知道兄弟们当过什么吗 是我给他们吃饱了穿暖了 啊 他们把我当菩萨 你现在这种做法 我也不得不认为你就是土匪 走不走 不走 大哥 那兄弟我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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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 王八蛋敢越狱 跑了四十多人 还抢了六条枪 死了几个弟兄 这伤了两个 他们好像有点手下留情 你 这不像是吴战奎干的事啊 这上人不眨眼就 把仙大叔吊过去 围剿他们 屁话 这儿的岗一个都不能撤 万一这儿跑出去一个属役 那麻烦大了 这儿 你给我点十个弟兄 带上一个家伙 是 还有 杨冠宇也跟着杏骨嫩小子跑了 他 吵什么热闹啊 五伯爷 杜苏山也知道咱们出来了 还非欺诈了费 他呀 过不上跟咱生气 回龙镇的属于够才闹腾的了 等着吧 等我回到金唐山 整顿了人马 我再回来找他 小小欲称 关了老子两年 老子娘欲称 村草不生 好 放我下来 你要干什么 大哥醒了 你醒得早了点大哥 你要是再玩几个时辰 我就把金唐山的烤全羊 放你嘴边等你醒了 你不要胡来 我不会跟你上山当土匪的 都回去 大家回去 回去啊 生死哪次 回去啊 都给我闭嘴 大哥 何必那么认真呢 何必那么认真呢 你看 不是我不听你的 这兄弟们 都想你杀了 你知道我那天 为什么能跟你喝那杯酒吗 那是因为你后背上刺了两个字 那是因为你后背上刺了两个字 你告诉我 那两个字是什么 中意啊 我右肩扛的是中 左肩背的是意 你能解释一下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吗 这中 就是对大哥忠诚 这意 就是对兄弟们仗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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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错了 你知道岳飞吗 岳飞背上也刺了四个字 京忠报国 也有这个忠字 各位弟兄 这忠是什么意思 忠是对自己国家 对自己民族的忠诚 现在国家面临危难之际 你说你不寻机报国 也就罢了 还要制造粤狱 去玉城县 伤害老百姓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你这是在变相的帮助侵略者 你要跟自己的国家为敌 你对得起这个忠字吗 你一个人不忠也就罢了 你还要带这么多兄弟 一块到山上去当土匪 要把他们的前程都毁了 你说你还对得起那个义字 好了 不说了 跟我回去 大哥 回不去了 现在回去就是送死 人家早就把机关枪给架起来了 大哥 这道理啊 我说不过你 要不这样 这些兄弟 肯定得给我回荆唐山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跟我去荆唐山 我也不勉强你 咱们兄弟 就此别过 大哥保重 在那儿 我跟我说不过你 我客人 真的真的有个人 我好想说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我好想说 我好想说 你怎么说 你听谁说的 长官啊 长官们说话我偷听的 狗屁 我一天没换岗了 一直在这儿盯着呢 白布国走的 得有两百多个 两百多啊 告诉你吧 要不俩三天 这镇上的人呐 就得死绝了 请问我在什么地方 能够找到杜福县长 杜福县长 昨天晚上有钥匙回城了 啥事啊 杜福县长 是不是死了两百多了 你说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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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可能是因为责任不轻所以混乱 你马上盯着杜甫现场 要落实到每一个角落 先带我去看看病人隔离情况怎么样 好 小兄弟们别动手 别动 动不许动 动 你们今天就死定了 吴宅奎 我后边就是你的金唐山 想回花果山 先攻我这一关 您说啊 你一副当关 我万副莫开了 杜松山 兄弟们不怕的 我有啥可怕 你们不是弄了我们六条枪吗 来 开枪 打死我 打死我 你们继续战杉威风 来 都不欠杂 咱打交道也不是一回了啊 你别说你这处是担当富贵吧 我吴宅奎不是傻子 您是将军 不是刺客 赢的队伍呢 赢的队伍呢 今天 除了没带队伍 只有十个弟兄 没一人多 看撑住了 一边三个人 一共六个 每个人手里别了五颗手榴弹 你们自己算算 四六二十四五六三十 就算每颗手榴弹炸死你们一个 吴湛奎 你自己数数 你自己还能剩几个人 别跑 后面也没路了 只能找前面来 我这儿只有一人一马一枪 来 都咋炸的来试试 吴宴 咱别信他 他后面有大炮 归来来 吴宴 跟你拼了 你不是个死 二十年以后 又是点好怕 要想控制住病菌的大面积扩散 现在必须要重新制定防护隔离措施 如果就这些帐篷的话 是远远不够的 我看恐怕要征用一部分民房 这个主意好 但需要全证人的积极配合 可惜他们现在除了恐惧之外 什么都做不了 有没有跟他们说 这就是一场瘟疫 没有 多福现场不允许 他说怕民心大乱 恰恰相反 都什么时候了 这会儿你要再不告诉老百姓真相 那才民心大乱的 他们不积极配合 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徒劳 我跟他们说了 可是他们 怎么了你 我没事 可能消息不好 走吧 老师 我把家伙都放下了 伯爷 跟你拼了 希望你们不怕 我说了 把家伙都给我放下 这是命啊 杜松山 今天你又赢了一回 老子早就跟你说过 带兵打仗 你他娘的得学一辈子 跟你打个商量吧 这弟兄们都是苦命的人 因为没饭吃才跟了我吴战葵的 是我把他们带上了歪道 今天越狱 也是我的主意 您大人大量 给兄弟们留条活路吧 至于我认杀认寡 就地枪毙 我吴战葵 绝不含过 吴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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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吴战葵 对不起兄弟们 从今往后 都好好做人吧 吴爷 吴爷 好小子 老子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 只有今天你最像一条孩子 那今天本副县长就瞒你个面子 只要你乖乖地把他们带回去 那今天的粤鱼我就当没发生过 那今天本副县长就瞒你个面子 那今天的粤鱼我就当没发生过 那今天的粤鱼我就当没发生过 那 包括你吴战葵 我保你不死 我们医护人员的自身保护现在做得很不够 要赶制一批隔离医和消息 广度手套 穿男行俗的数码军苗到了没有 到了一批 只有一百多支 远远不够 那赶紧催啊 我们已经催了 他们说没有库存 宣院长 宣院长 又死了三个 44个 老师已经死了44个了 小李啊 马上给宣院长化验 许院长 你说我没事 你接种疫苗了没有 许院长把他的那支让给了别人 你很有可能被感染了 必须接受检查 有件事你告诉我 我关了你两年 你这好容易跑出来 咋没打开杀戒啊 这也不像你啊 要是硬我啊 那些个黑狗得死几条 可是我大哥不浪 你还有大哥 你大哥谁啊 杨冠宇啊 我结拜的大哥 你说什么 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杜松山竟然不向我汇报 杜松山已经把大部分的粤鱼饭押回了监狱 只少了一个人 是跑了 还是让乱枪打死了 他不是 好像现在还下落不明 这个人 是他 就是他 杨冠宇 杨冠宇 带两个人 马上去回龙镇 一旦发现杨冠宇 以越狱罪 就地正法 是 快叫几个人帮我搬一下箱子 好的 快叫几个人帮我搬一下箱子 好 那就这样了 请大家分头行动吧 好 你暂时不要参加工作 等化验结果出来再说 杨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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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不是回来晚了 我没能找来任何专家和老师 我只能带来了我能找到的所有属于菌苗 全在这儿了 多少只 一共是一千一百只 太好了 秦小姐 这就意味着有一千一百个人可以得救了 杨冠宇 来人 到 给我把月一份杨冠宇抓起来 是 都让开 让开 带一趟 让开 不能带走他 没有他 回龙镇将会变成一座坟墓 谢院长 身为防治属役副总指挥 所以请你不要危言耸听 黄卓妍 我求求你了 让杨冠宇留下吧 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制止属役 谢院长 谢院长 您的血液报告检测出来了 您的血液检测结果是阳性 您被感染了 别碰我 杨冠宇 杨院长 你告诉我 我会不会传染 你应该知道你去哪种病房了吧 老师 外套 好好配合治疗 杨院长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 杨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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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时间 你是怎么出来的 难道真的是越狱吗 说来话长 关宇 学真 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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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你在这儿以后 我在家里一分钟 又待不下去了 你好不好 你让我看看你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你现在唯一能帮我做的 就是马上离开这儿 我不希望你被感染 我不 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我决定了 就是死我也要跟你在一起 就是死我也要跟你在一起 好 好 好